主場 迎戰爵士 還沒開賽場邊就一陣騷動 原來是幫助公養隊 拿下超級輩的大功臣 Aaron Donald到場看球了 開賽不到五分鐘 商譽歸隊的Devis 就喊隊友秀了一手 空走接力爆扣 但是最近連勝的爵士隊 也不是好惹的 Mitchell 三分空心 Mitchell 三分空心 Mitchell 漂亮的三分空心 回敬了對手 雙方分數垃圾糾纏 到了第二節 卻發生了胡人 最不想見到的是 飽受傷勢困擾的Devis 好不容易傷於歸隊 卻又在伸籃板球落地時 沒站穩 哎呀 腳踝呈現90度翻船 扭著一下讓Devis痛苦倒地 只能靠著隊友攀扶下場治療 所信賽後監察沒有傷到斧頭 傷了大將的胡人 還是只能靠著詹簧 自身而出 有皇上在場 胡人隊就有贏球希望 Lebron James 在第四節獨拿15分 率領球隊 以106比101 踢板決士 也終止對手的六臉勝 華視新聞 南志富楊一家報導 聲聲不行 宏觀視野我是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 就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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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